国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训练 这是最基础的单位 一棵树 山水画 整体上来说就是树木和山石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画好树木和山石 基本上就能画好山水画 但是树木繁多 山石的各种结构也比较复杂 这就在取舍方面 给我们加到了难度 到底是画什么样的风格的 大千世纪 不同的树木 不同的山石 我们怎么选择 历代的那么多大师 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 我们怎么选择 我个人有一个小建议 如果您临摹的这张古画比较清晰 笔触能看得清楚 可以尝试画一下小局部 不要整体来画 当然最好的方法 还是临摹现当代人的作品 这些老师的作品 虽然比不上古人 但是相对接地气 更简单一些 适合我们初学者 入手 如果您一点基础都没有 您就临摹 您喜欢的 现当代的 这些老师的作品 简单一点 一棵树 一块山石 不要一上来就出作品 尤其是不要画大画 还要切记一点 你临摹这张作品 你得知道这个尺寸是多大 有些作品原画可能十厘米 但是你画了二十厘米 这样的话 你画出来就会比较拙 笨 相反 如果原图是二十厘米长的一棵树 你把它画得特别小 就会很小气 细节不够 所以说尽量 你要了解你临摹的这张作品 它有多大 大差不差 和它的这个尺寸差不多 你再画 最后啊 希望一点 不要急着出作品 从小细节开始 打好基本功 把这些小元素 都画熟练它 实际成熟了 随便组合 就是一张作品